内心呢 给这些师傅们呢 排了个主次的顺序 就觉得这样自己有过失 这个说不清楚的 都有价值的 禅修班的教材 学的时候会觉得很重点 就想把它画下来 在这些书上面 就画很多无聊的东西 这个可能是不对的 无金刹土 连丝刹土 杨巴拉镜图 这三个镜图 是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想取一个刹土的话 那还是选择 我觉得这个是最安全的 哈哈哈哈 辞成罗珠刊布 塞达 喇荣五名佛学院刊布 教务负责人 当代著名宁马派上师 藏传佛教的弘扬者 刊布常年笔根不错 以超凡的智慧 赚注了《惠灯之光》系列丛书 等大量适合现代人 阅读特点的佛学读物 并经常应邀前往世界各地 进行学术交流和演讲 与此同时 刊布还长期深入藏地 以广大慈心 宣导戒杀放生 素食环保 教育禁毒 防治艾滋病等理念 面对种种圣赞 刊布常说 我只是一位教佛法的老师 然而 就是这样一位心情的老师 以他对大众不变的热爱 年复一年的传递着佛教智慧 点燃了很多人 内心光亮的明灯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 惠灯问道节目 我们在实修的过程当中呢 常常会遇到 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往往就像 我们前进当中的绊脚石 只有解决了它们 才可以更快更好的行进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慈成罗珠刊布就实修这些问题 对我们进行了解答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接着与刊布来进行互动 掌声有醒 慈成罗珠刊布 非常感恩您再次做客 我们的节目 跟大家进行互动 那咱们先看看第一位朋友 哪位朋友有问题 慈成罗珠刊布您好 您好 我们平常看一些典故里了解到 有许多成就者 他们都是 多年或者终身 修一个法而成就 我们是不是也适合 一生修一个法 念一个咒 我们如何知道 我们修哪种法 更适合自己 谢谢您 对 比如说我们修一栋楼的话 他需要这个钢材 他还需要这个魂一图 他还需要玻璃 他需要很多很多东西了 但是呢 这么多的东西 最终就是修简一栋楼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修一门法 就是一门神儒 一门法 但是呢 这个一门法呢 就是不等于就制念一个咒 那这个我们比如说 这个一门法里面呢 就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也有出离心 有菩提心 然后有正悟空心 那这些全部加起来 最后 我们实际上还是修一门法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栋楼的话 那就不可能我们只有钢筋 就可以修一栋楼 只有玻璃就可以修一栋楼 只有砖头就修一栋楼 这些都是不太可能的 建一栋楼的话 这些都需要 那同样的我们 这个修一门法 一门神儒的修的话 那也就这些都需要 比如说 最简单的就是这个 净土法门 那么净土法门当中呢 也就需要一定的这个文思 然后呢 也有一定的这个石修 那这个里面 净土法呢 那它也需要这个出离心 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 那你可能是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 这个想法都没有 所以需要有出离心 然后也有菩提心 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 比如说 我想我自己一个人 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其他人都不关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呢 往生了以后 还不是大乘佛教徒 极乐世界就是 有大乘佛教徒 有小乘佛教徒 也有阿罗汉 这些都有的 那么没有 在我们这里 就是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 往生的话 那往生了以后呢 就是小乘佛教的修行人 所以这些都有的话 比如说出离心 菩提心 还有这些全部 需要的这些条件 都具备的话 那就往生 往生的也是 往生了以后呢 也就是大乘的 这个火教徒 大乘的修行人 那这样子就是更加的完美 所以我们 这修一个法是很好的 但是呢 修一个法还是需要 需要一些条件 这个并不是说一个法 就只需要一个条件 基本上不是这样子 然后呢 一般我们年纪 稍微大一点的 比如说七十岁 八十岁 这样子 以后呢 如果要学很多 要去修很多的话 可能是不太适合 所以就是修这个净土 净土法门 一心祈祷阿弥陀佛 这个是对老年人来说 是最合适的修法 那其他人的话 那那都是没有 没有一个固定的 你想修什么 比如说修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然后藏传 汉传 里面的 哪一个法门 都是挺好的 好 谢谢刊布 下一位观众朋友 刊布您好 你好 那个 我是一个佛教的初学者 我想问您个问题 就是 我们如果作为初学者 应该从什么阶段开始进入实修 因为我原来只是每天念念皱子 磕磕头 转塔子 这些 我也不文思 这样 那我 如果不文思的话 我可不可以上来就直接修 这是我的问题 感恩看过 在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学佛了 皱依了以后呢 应该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 文词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整体的去了解一下 这个佛教是什么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修心 这样子修心了以后呢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那么这个结果呢 就对我有多大的意义 对他人有多大的意义 这些全部整体的去了解一下 然后整体去了解完了以后呢 然后就比如说 你想修这个出离心的话 然后就是把这个出离心的 这个很具体的修法呢 你再进一步的去了解 比如说人生难得 手名无常 这个每一个的这个修法 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思维的方法 全部要了解 都了解完了以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随时都可以 可以搭着了 随时都可以失修了 那失修的前提的条件 就是在这个之前 你必须要懂得 这个修法的具体的方法 还有必须要懂得 为什么要修 修了以后怎么样 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等等这些都要了解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 比如说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 立即就去学去大佐的话 那可能就大佐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疑问 然后就是这个疑问和这个困扰 最后不解决的话 那还是会阻碍这个自己的这个大佐 所以需要一段时间的闻思 那这个闻思 经过了这个闻思以后 然后就随时都可以可以大佐 随时随地都可以大佐 我理解您的意思啊 我想到一个比喻 不是要对不对 就像开车一样 你要去一个地方 总得知道目的地是哪儿 我的路线图是怎么样的 要不然可能开着开着就迷路了 对对对对 是的 感恩您下一位观众朋友 看部您好 就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说念佛就可以成佛 那么要如何念佛才能成佛呢 念佛可以成佛的 但是念佛就可以主见的成佛 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 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然后呢往生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呢 因为通过这个阿弥陀佛的加持 阿弥陀佛的这个力量 阿弥陀佛的愿力 然后所有就是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就往生的时候就可以开悟 可以开悟 而且他的这个开悟的程度是很高的 就就直接就可以达到这个菩萨的第一 第一的大乘佛教里面就分这个 从第一到第十 这个十个阶段 每一个叫做第一的第二的第三的 十一的第十一的就是成佛了 那么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直接就可以达到了这个第一的这种这种境界 这个境界已经是很高了 那么达到了这个第一地的境界的时候呢 剩下的就九个 从二到这个九 那二到十 那个就是因为有了非常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很快的 很快速的就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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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通过这个九地 那这样子以后呢很快就会成佛的 那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最最最大的优点 我们在其他地方的话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这个地球上修行的话 那么就这个境界就不可能就一下子 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啊 达到那么高的境界 这是一个啊 这个这是一个第二的话 你问问到了这个怎么样念佛 念佛有很多的方法啊 比较普遍的这个这个念佛的方法 比如说像这个佛守阿弥陀佛经 还有就是无量守经啊 等等这些净土宗 比较忠实的这些经典啊 那这些经典呢 给我们提供的方法是第一 它有四个归纳的话 可以归纳为四个 第一个啊 我们时时刻刻啊 都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了 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要去积累很多很多的 这个质量啊 比如说你想到某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 首先你也得要赚钱啊 钱存够了以后 你才可以去旅行 同样的道理 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 就是要积累质量啊 这是第二 第三的话 那也要发菩提心 也不论说啊 我一个人往生西方极乐 就极乐世界就可以了 不能这样子 就是我也要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呢 所有人所有的生命啊 都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这个行啊 这是第三 然后第四的话 那么时时刻刻都要发源啊 然后就是回向啊 我们做任何一个这个山啊 都回向啊 到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发源啊 以这个山根 我们大家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主要是这四个方面 那四个方面的这个方法是最普遍的方法 那么另外就是比如说一心不乱 一成不然啊 这样子的啊 那这些是比较高端的这个念佛的方法 还有就是跟这个禅宗跟这个进度中结合 的念佛的方法也是比如说你就就进入这个 禅的这个状态 然后呢 同时就可以念佛 也有这样子的方法啊 但是我们一般大家都能够用得上的 最铺片的年佛的方法就是这四个 谢谢堪布 我还有下面几个问题 是关于莲师的乌金岔土和极乐世界的问题 然后想问一下 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发愿网生极乐世界 但是因为我们学密宗 有些上师也是鼓励我们发愿网生莲师岔土 那么还有些师傅 也是鼓励大家往生香巴拉净土 然后就是说我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三个净土是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三个这个插图都是佛经里面就描述了 这三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 这三个插图是什么样的插图 那这个讲得比较清楚的 这三个插图当中最最最好的 是这个极乐世界 然后你特别的像王胜 只要有这两个 其他都没问题的 然后一半的比如说 杀到阴王之类的追国 也不会阻碍王胜西方极乐世界 其实非常非常容易的 然后这是一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 然后你旺盛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就快速的成佛 他永远都不会再多到轮回当中 他一定会成佛的 所以我们就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不管是藏传佛教的 汉传佛教的 我们所有的大乘佛教徒 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 对西方极乐世界 也有一定的相望 还有信心都有的 然后无尽插图 还有香巴拉插图 他们也是插图 但是我们很多人也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插图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念佛 如果要去 要相取一个插图的话 还是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我觉得这个是最安全的 谢谢看部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说连诗心咒 和阿弥陀佛的圣号 就佛号这两个比起来 哪个更有加持力一些呢 这个说不清楚的 这个都有 都有 都有 如果说都一样的话 就因为我们按密宗次第修学之外 就是很多上师都要求我们 在念阿弥陀佛心咒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什么样的道理呢 比如说我们如果是 很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那其他什么咒都可以不念了 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念这个关于这个阿弥陀佛的心咒 或者是阿弥陀佛的生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就完全是可以了 这个就其他的咒念和不念都可以 但是如果在这个上面 比如说念一些莲花上大师的咒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有帮助 有什么帮助呢 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学佛修心 这个过程当中 顺顺利利的不会遇到什么这个拟缘 不会因为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让我们推转推时 顺顺利利的可以这个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 所以联师的这个心咒 还有阿弥陀佛的心咒 两个都一起念 两个都一起修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各有各的这个功德和好处 但是如果说这两个好处哪个比较大 这个就不太好说 对 谢谢堪布 谢谢 谢谢堪布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修行特别精进 在此生就可以真无空性的话 那他还有必要 因为他已经见到了这个真相了 那他还有必要在念佛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有必要的 因为这一生当中这个真无 这个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 只要他的方法没有错 然后稍微下功夫的话 完全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所有的这些真无 都叫做初步的真无 初步的真无 那么他虽然是看到了这个真相 但是他看到所谓的真相是什么样子呢 比如说我们从地球上看月球 还有就是我们在图片上看月球 那这还到月球上去看月球 那这个就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那初步的这个真无呢 就是看月球的这个图片一样 只是看到一个月球的照片 原来月球就是一个这样子 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的看到月球 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修行的时候 然后他就看到了真相了 但是他看到的是从地球上就看月球一样 虽然看到了月球的真相 但是看得不是很清楚 还是很模糊的 只是看到这么一个天体存在 然后到了月球上去看的话 那就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了 那同样的这个比如说 我们异地的时候 异地菩萨达到了这个境界呢 那就是就在月球上 站在月球上看月球一样 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 这个真相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初步的这个真无 刚刚这个真无的时候的这种真无呢 虽然是可以说是看到了真相 但是还是比较模糊的 比较模糊 所以他只是看到了这个水中的月 或者是图片里的月亮一样的 所以真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次 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然后呢我们真无了以后呢 还要绣还要绣很漫长的时间 这个并不是说真无了立即就成佛 那佛教的历史上呢 比如说他真无的当下就成佛的 也有也有这么几个人 但是呢这个非常非常少 不多 绝大多数的人先真无 然后真无了以后呢 他从比较模糊到清除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进步 提神 所以还是有必要的 中午了以后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是非常好的 没有登月之前 还是有一段路要走的 所以还要接着念佛 和往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的 明白了 谢谢您 下一位观众朋友 康布您好 您好 我学佛多年了 然后这些年呢 也有幸医治 随修了一些上师 然后他们呢 也给我布置了一些 传了一些不同的法 但是实际上呢 就是人的精力有限嘛 然后也不可能实修这些法 然后反而内心呢 给这些师父们呢 还排了个主次的顺序 然后又法师平等的嘛 就觉得这样自己也有过失 然后希望您给开示一下 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比如说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去接受很多的观钉 然后呢 又去见很多很多的伤食 那这样子以后呢 每一次我们参加这些观钉呢 这些佛教的活动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可能每一个人都给你布置一个 一个不一样的功课 然后呢 每一个这个观钉 他有不同的这个本尊 然后呢 又要念这个本尊的轴等等 那这样子以后累积起来以后呢 最后就是确实是很多很多 没办法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每一个 这个功课都要去连 那必须要做的 必须要做的及格 比如说我们四千行 修出力性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 这个不管是哪一位上师给你的这个补制 或者是没有人给你补制 那也得要去做 然后这是菩提心 像菩提心 这样子 比如说你心目当中的这个 这个地位最高的 你刚才不是说上师这个派一个虚 那个地位最高的上师呢 让你去烧香啊 拜佛啊 磕头 然后赚更多的钱 然后捐给死苗 修死苗 然后你心目当中 这个最没有地位的这个上师 让你去修出力性 菩提心这样子的话 我想你应该去选择这个 去这个修出力性和菩提心 因为这个是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然后呢 烧香拜佛 还有就是卷签这个修苗 这些苛做苛不做 这样子的 所以这些你如果有条件也可以做 没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不做 不做的话 那也这个也不会妨碍你的这个解脱 这些 所以 你就把这个功课 这些这些全部的这个功课里面呢 你就做这个这么几个关键的啊 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做啊 比如说以出力心和菩提心的这个修法 来代替所有上师给你布置的这个功课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呢 比如说本尊的轴啊 或者是你参加了很多很多的发挥 然后每一次这个发挥就就布置了很多功课 这样子的话 那你一个人啊 玩不成的话 那就是你就就其中你就念一个啊 念一个来代替其他这个奔尊的轴 这样子也可以的啊 但是如果是比如说你参加了两个不同的发挥 那么每一个每一个发挥都有一个不同的要求 让你让你念多少多少的轴啊 当时呢 你也就是发心答应了念这个轴 那这样子的话呢还是要完成的啊 两个都要完成 因为自己已经发醒了发远了 这个不做的话不是很好要去做 如果没有这样子 如果没有我我自己去发心啊 啊那本身这个发挥有这样子要求的话 那没关系 你如果实在是来不及的话 那你就主要的就选一个轴啊 就连这个啊 这个当中呢可以代替 比如说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金刚萨多的这个轴啊 嗯半字萨多轰 那么佛经里面就明显的就就就记载啊 这个金刚萨多他可以代替呃所有的本尊啊 所有所有的本尊就包含在这个金刚萨多这个本尊当中啊 然后就是这个金刚萨多的轴可以代替啊 所有其他的这些轴啊 那本来就佛经里面也有这样子的记载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不需要这个这个这全部都去年呢 这样子的话这个确实是这个数量太庞大了 可能没办法完成 好的感恩您 下一位观众朋友 呃干部您好呃 呃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世俗的学习当中习惯在呃书本上做笔记 呃我参加禅修班以后前两册书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最近呢我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最好不要在这个书本上 就是佛教学佛的书记上做这个标记 呃我很担心有这个过失 所以我想请教您一下就是佛经我们肯定不会去乱写 但是像我们现在禅修班的教材 或者是像呃前行引导文 因为学的时候会情不自禅觉得很重点 就想把它画下来呃可以这样做吗 还是说绝对不可以一定要用笔记本来记录下来 呃比如说佛的佛经或者是佛教的书记上面呢 你比如说听课的时候呢就是做一些诸解呃这个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这内容是相同的很多的佛经呃他也有也有这个诸解啊 比如说你听的时候呢你听懂了一个明白你就就害怕忘掉 卸在上面这个应该是没问题了啊 但是呃就有些人就是就听课的时候就就就在这个佛经上或者是这些书上面就画很多东西 比如说人呃画个单画 无聊的东西对啊这个可能是不不对的啊 啊就是这些一些相同的比如说佛经他相同的内容记载上面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的谢谢您下一位观众朋友啊 啊看不您好啊就是我的问题是就如果是那个呃接了那个一般的顶 就是指的是对那个接受灌顶的人没有特殊要求这样的灌顶呃就是那每天就是来按这个所接的顶修这个修法 但是没有修五家行就能不能修成就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就是如果对普通根器的人来说呃是五家行是不是一条必经之路 就如果是不是不修五家行就成就是本管你修什么法都不可能得到成就 这是我的问题谢谢看不 嗯在比如说我想这个要看人啊 像像六祖会弄大师嗯这样子他是没有修四家行五家行 但是呢呃他正五了 所以呢我们比如说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以说这个四家行和五家行就是必经之路 我但是这个也不是全部的呃普通人的话至少是这样子 呃还有一个呢比如说呃你可以去看看你自己呃有没有这个这个处理心 比如说你的出离心呃呃有而且很标准呃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四家行没有修的话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呃 呃然后呢呃菩提心呃比如说有没有呃也有而且也很标准 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菩提心的修法呃虽然是没有修但是这个过程没有了 但是这个结果啊已经有了那这样子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是这个出离心呃菩提心呃这些都没有的话 那就没有别的路了就只有这个四家行五家行一步一步的修就是这样子 你的问题是不是前面还有一个问题你说灌顶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接过灌顶以后呢就我没有修加行 但是我就是按照那个我接的灌顶的那个法来修能不能修成就 哦这个不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基础了没有基础就一般不太可能的 所以就首先去收灌顶然后灌了顶以后呢这些灌顶之后的这些修法啊 灌顶之后呢都有一个不同的修法那么这些修法都是分前行和真心 那么他们的前行都是四家行五家行就是这类的修法 所以这个不能不能超越 嗯还是要按照这个他的慈底来修是最踏实 看不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是基础 对必须有这个基础才能修更高的法对吗 对对对出离心是实际上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 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眷恋这个轮回啊 那就是有一种无心的力量把我们就是就固定在这个轮回当中啊 就是谁也就这个离不开这样子嗯 让这个力量是通过这个出离心啊把这个力量啊就逐渐逐渐的减少啊 或者说从本质上就断掉啊这样子以后呢就可以这个人就可以就脱离轮回 比如说啊一个风筝啊那么这个仙在人的手里啊那么他飞的再远再远最终还是要拉回来的 如果有一天把这个仙尖短了那他可以自由的可以肥香啊同样的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出离心使用来啊 尖掉这个仙啊一样的所以这个处理心没有的话呢其他的修法修的再度再怎么样都不行的 所以必须要有的 嗯明白了谢谢您下一位观众朋友 呃请问您这个在修行方面呢感觉自己的心力呢很弱呃平常就是一点小事就会扰乱心 比如说就是比如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 那么就想请问看部那这个是我太执着 我还是我对轮回的认识不够深刻啊这个一般都是修行可能不到尾 比如说理论上啊我们知道了这些都知道了就不应该这样子这些都很清楚 但是就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心啊会有这样子的烦恼啊 呃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执着呢当然是执着了肯定是执着 如果不执着的话是不会这样子 那主要是我们的修行的这个时间啊或者是这个力度可能还不够呃就是这个就是说明要加强我们的这个修行啊要增加这个修行的时间 那这样子以后呢就逐渐逐渐的提高了我们自己的觉悟以后就可能逐渐的可以控制住这个这些烦恼 暂时比如说目前我们呃知道这些都是不对的但是明明知道这样子不对 但是还是生气啊还是烦恼啊这些都是因为修行的时间还不够 那堪布就是跟这相关的就是那在我我平时的时候如何能让我的心变得坚强起来就是您说的就是要坚持去修是吗 呃对佛教的这个理论啊佛教的理论是不是要去改变这个外面的世界要改变我自己的这个内心的世界 嗯呃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修法大乘佛教的修法小乘佛教的修法以及在这个修法背后的支持的支持他的这些理论来啊强大自己的这个内心啊 然后我们拥有一个非常坚强的这个心啊精神世界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样发这个发生变化啊都可以去接受都可以去面对啊 啊然后呢呃生活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呃这些变化啊到时候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已经很坚强了啊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是非常的脆弱啊 啊尤其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我们所有问题都是物质可以解决 然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特别特别的依赖这个物质啊然后呢越是依赖物质 然后我们的内心就是越这个脆弱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内心就是禁不起任何的这些打击啊 啊所以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 然后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触动很大啊 啊然后就特别的烦恼特别的这个不开心 这样子所以修心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啊要把这个佛教的修行的方法逐渐逐渐的把自己的内心 强大起来啊然后最后呢我们有了这个菩提心 然后就有了这个真无空性的智慧 那这个时候就就任何一个世俗的这个变化都不能扰乱啊你的心 这样子 谢谢干部 干部刚听了您讲这个话我就想起来这个实修就是像运动员在上场之前要先经历这样的锻炼 然后等我们实修有了一定的这个基础之后我们再跟烦恼赛跑的时候就不怕输了 对对对 感谢干部非常细致和耐心的讲解 呃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刚才热情踊跃的提问 我相信大家对于实修问题还有很多的疑问 但是因为咱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这期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 不过咱们更多的精彩互动 下期节目再见 朋友们再见 自己造了不好的缘起 可以通过念缘起咒来改变这个缘起吗 突然间念积居缘起咒要改变一个事情 这个也有一定的难度 修行的时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还怎么办呢 把这个问题可以发给我 然后我可以给你们解答 嗯 佛的鲜花供过了 可以扔到垃圾桶吗 花包起来有一层隔离放在垃圾里这样可以吗 放在垃圾桶里面以后差不多都是一样的